怎麼杯子要35塊 你要的杯子竟然有賣30有賣35 到底隱藏了什麼秘密 要30啊35 當五啊 好當五啊來來 這什麼隱藏版的來 揭曉囉 3 2 1 來 蛤 有東西欸 什麼東西 販賣機這什麼東西啊 怎麼杯子要35塊 你要的杯子竟然有賣30有賣35 到底隱藏了什麼秘密 應該不會賣一些微鏡品吧 這一集這樣講可能會被下架 冒著被下架的風險 我們來看到底賣什麼東西 好好好 因為沒有支付喔 這50塊也很可能犧牲掉 因為這種機器很常會吃錢 如果吃掉了就沒有就擠掉了 你上一集才被吃掉10塊 喔好減欸 要30啊35 當五啊 好當五啊來來 這什麼隱藏版的來 揭曉囉 3 2 1 來 有東西欸 什麼東西 台皮 還以為是阿比 原來是台灣啤酒喔 台灣啤酒35元 那30元是什麼呢 請看下集 更神奇來了齁 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分享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 你你來了 好朋友齁 一人一臂來來來來來 今天我們等一下上班就去喝酒了 好可以嗎 好阿比阿比 這邊這邊 這邊長板 你長板 好像周仔蛋 對啊 他這個是真的不能放在放賣集上面賣的 欸我們這樣會不會太還門不能喝 喔我不知道 好這邊地底是哪裡我不清楚 你不要傻喔 不要講 我們要讓想喝的人 在這種熱的天氣 馬上喝得到清涼的台皮 喝啥 喝酒喔 要30欸35 當五啊 好當五啊來來 這什麼隱藏版的來 揭曉囉 3 2 1 來 有東西欸 什麼東西 台皮 還以為是阿比 以為是台灣啤酒喔 台灣啤酒35元 那30元是什麼呢 大家點50人都不咎 聯合起來集體霸凌 問他想喝什麼 他說珍珠奶茶混醋 大豬47顆 小豬62顆 你說說看這樣 我怎麼跟店員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我都有記錄起來 上次下午茶點雞排 他跟老闆說要6分手 搞得全公司都落賽 好像沒有人雞排吃6分手 是這樣嗎 春酒的時候最過分 他要求師傅把布拉皮去骨 才吃到第二道菜 我們全公司都被轟出來 大家點50人都不咎 聯合起來集體霸凌我 問他想喝什麼 他說珍珠奶茶混豬 大豬47顆 小豬62顆 你說說看這樣 我怎麼跟店員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我都有記錄起來 他還敢說上次 上次下午茶點雞排 他跟老闆說要6分手 搞得全公司都落賽 我吃牛排都吃7分手 吃雞排退1分 這已經很厚道了 好像沒有人雞排吃6分手 是這樣嗎 那賣雞排的老闆也沒跟我說 就只有笑兩聲 春酒的時候最過分 他要求師傅把布拉皮去骨 才吃到第二道菜 我們全公司都被轟出來 我已經諮詢過律師了 如果發生直腸霸凌的狀況 應該怎麼辦 律師怎麼說 那個律師很有同理心 直接掛我電話 他跟我一樣氣憤 律師確實不錯 直接叫李儀車到公司 還送了同男同女一隊 我們不該集體霸凌你 老闆您別這麼說 我也有不對的地方 廢話 你跟人家要求布拉皮要去骨 我就問你 布拉皮到底要怎麼樣去骨 那雞排點6分手 這種道歉態度 你們可以接受嗎 我真的很過分 真的很白癡 老闆請我到台北出差三天兩夜 說可以報銷 回來的時候卻不認帳 他總共拿回來使誰 將你的專櫃發票 他怎麼還有臉說這個事 公司都說報銷了 那我不放開花嗎 這哪是放開花 這是往實力花 我這也是為了公司著想 生意也談成了 客戶跟我們合作賺了2萬 蛤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老闆請我到台北出差三天兩夜 說可以報銷 回來的時候卻不認帳 我是請他出差 不是請他出工 他總共拿回來使機這樣的專櫃發票 他怎麼還有臉說這個事 不能報銷不早說 我發票都答同編了 那不是騙人的嗎 這衣服質感不錯 小心別放很貴 公司都說報銷了 那我不放開花嗎 這哪是放開花 這是往實力花 一個櫃買十幾萬 他還滿心歡喜的 外套屬於奢侈品 確實不能報銷 那我住宿的錢 至少要給我報吧 這也不給我報 是不是你住宿選得太貴了 他到台北第一件事情 就買了一套房 還三房兩廳 他們還選了一個景觀套房 在飯店談生意多不安全啊 我這也是為了公司著想 生意也談成了 客戶跟我們合作賺了兩萬 他買了一套房三個億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那也是我辛苦談起來的啊 你都沒有考慮過公司的經濟狀況嗎 考慮了啊 我原本打算坐高鐵去 但考慮到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因此才買了台B&W 還請了個司機載我去 萬億我有個萬億 公司豈不是痛失英才了嗎 老闆您願意跟員工達成和解嗎 他是誠心給我幹到倒閉 你怎麼不乾脆賣全家 姑丈姨媽全部請帶去出菜就好 我已經邀請他們來了 為什麼現在好員工都想擺爛 做多做少都一樣 做得越多事情越多 做不好還要被嫌 認真負責呢 不如做剛好就好 工作量增加 薪水也沒有額外增加 最後老員工發現 自己的薪水竟然比剛來的小白差不多 甚至是比你還高 為什麼好員工會開始擺爛呢 今天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現在對於他的工作 已經沒有像一開始那樣的熱忱了 已經被摸光了 以前還會很熱心的提供一些素材 讓公司去使用 但是現在叫他多做事 他都覺得煩 因為增加工作量 也沒有領額外的獎金 放假還要幫公司錄影 提供素材 類都累死了 他現在就是領多少錢 就做多少事情 聽完很有感覺 終於了解到 為什麼現在好員工都想擺爛 因為做多做少都一樣 做的越多事情越多 做不好還要被嫌 所以認真負責 不如做剛好就好 2.你能力越好 主管老闆 越是把困難的工作交給你 因為交給你他很放心 可是工作量增加 薪水也沒有額外增加 3.會拍馬屁的人 終於會幹活的人 更能可以得到 老闆跟主管的青睞和信任 最後老員工發現 自己的薪水竟然比剛來的小白 差不多 甚至是還比你還高 但是小白問題多麻煩多 我就問是你不會想擺爛嗎 30歲的我裸辭百萬年薪 裸辭前做了哪些準備 有3點 最後1點最重要喔 1.存到緊急預備金 至少要有一年的生活費 2.評估自己的負債 最好至少要有一項被動收入支撐 3.確保自己 不是在不可控的因素下的理智 30歲的我裸辭了 今天是5月31號 這天我等了至少半年 我放棄待了4年年薪百萬的工作 不是因為壓力大 也不是因為錢存夠了 只是想要好好去體驗新的事物 提了之後 我以為會天崩地裂 結果當講出老闆 我要離職了 超爽的 好多想做的代辦清單 終於可以去你私行了 我不知道以後 會不會為現在的決定後悔 但我知道 此刻我的內心是放鬆的 舒坦的 當你感到對生活失去熱情 你可以試著跳脫 嘗試找回 真的會讓你感到快樂的事 裸辭不是躺平 是為了更好的出發 一起加油吧 Pring up a manager This company fires black associates for no reason This company treats their employees like shit F**ing公司 F**ing公司 IF**ing quit This is Shauna from CAP2 and I just want to come on here and say Henry is a racist A-F**ing one I'm just gonna say that DingQQ ATTENTAINZI WalMart Shoppers ỗファー Associates AND man系 refused my name is Shauna from Capt2 and I just want to come on here and say Henry is a racist Stinky Pick Jovana is racist Alias is a prick of a manager This company fires black associates for no reason This company treats their employees like shit Especially Cap 2 And Jimmy from Sporting Goods Joseph the Cashier Larry from Garden Center You are all perverts And I hope you don't talk to your daughters The way you talk to me Shout out to Ariel Fucking love you For getting me this job a year ago When I needed it most Fucking managers Fucking company Fucking positioning Fuck that big lazy bitch Chris Price I FUCKED IT QUICK I'm out Attention all Walmart shoppers Associates and managers My name is Shauna from Cap 2 And I just want to come on here and say Henry is a racist Stinky prick Jovana is racist Alias is a prick of a manager This company fires black associates for no reason This company treats their employees like shit Especially Cap 2 And Jimmy from Sporting Goods Joseph the Cashier Larry from Garden Center You are all perverts And I hope you don't talk to your daughters The way you talk to me Shout out to Ariel Fucking love you For getting me this job a year ago When I needed it most Fuck the managers Fuck this company Fuck this positioning Fuck that big lazy bitch Chris Price I fucking quit I'm out Fuck it Make me out You Tip M